8月31日,成龙低调前往安徽省吴湖市探望其同父异母的大哥,并在家族祠堂查看了家谱,认祖归宗 据《大连晚报》报道,成龙的母亲名叫陈莉莉,父亲陈志平原名房道龙,祖籍山东 2006年,成龙做客杨岚访谈录曾经自述,父亲和母亲的相识非常有戏剧性 母亲过去曾经偷运鸦片,而父亲则是在海关当警察 一次,母亲在海关被抓,当警察的父亲看着她背着一个孩子 手里还托着一个孩子,一下心软就放她过了关,两人由此相识相爱 虽然关于龙妈陈莉莉的资料和报道很少,但是从成龙的语气当中可以猜测 当年龙妈很有可能是黑道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据天福早报报道,成龙透露六岁半时,父母为了生计远赴澳洲 幼小的他没有家人照顾,很快就染上了黑社会的陋习,打架,卖白粉,赛车,看人家吸毒,抢东西分赃 差点就走上了邪路,使父亲说的话使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改变 我16岁那年父亲在飞机场,对我说了,你长大了,我管不了你 但是三件事你不能做,你要答应我,第一不能加入黑社会,第二不能吸毒,第三不能赌排酒 那三件事是我整天都在碰的,但是我答应了我爸爸 据成静晚报报道,生母一生简朴,成龙成名之后,经济宽裕自然对母亲极为孝顺 但是母亲仍然不肯穿金带银,更不愿意遵养处优 2002年,在曼谷排气的成龙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,难过得连饭都吃不下 2008年1月26日,93岁的成龙父亲王道龙在香港去世 虽然身世坎坷,但成龙一直以父母为荣 据成龙的发言人在2008年透露,成龙有意将自己父母的故事拍成电影 还想邀请姜文和巩力出演自己的父母 搜狐视频,娱乐播报,整理报道 上搜狐视频,看中国好声音 大家好,我是张慧妹